9年前,杰西和赛琳娜在火车不期而遇,一见钟情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黎明前分道扬镳,并相约6个月后在维也纳重逢 但他们没能如约见面 9年后,杰西成了畅销作家,并把9年前这段经历写成自传,大获好评 杰西常被读者问道今后的二人将何去何从 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而就在签售会的书店,杰西遇见了专程前来的赛琳娜 杰西十分欣喜,他在行程前抽空约赛琳娜喝咖啡去旧 当初杰西如约前往维也纳 赛琳娜因为祖母去世,没能赶上维也纳之约,两人因此错过 赛琳娜如今加入了环保组织 他和杰西九年不见,也未曾生分 仍然彼此熟人,相谈甚欢 他们无话不谈,从那场错过聊到政治格局 谈起美国的留学经历 塞琳娜才发现,他和定居纽约的杰西冥冥之中或许擦身而过了好几回 塞琳娜带他参观巴黎,无意中聊到九年前那个疯狂的夜晚 但他们对两人是否经历了云语,产生了微妙的分歧 杰西和塞琳娜似乎总是能自然而然地讨论有关性的话题 例如谈起末日,他们会在长椅上旁若无人地来一场淋漓尽致的云语 谈起闺蜜的男友,他们会讨论云语时什么词能让杰西兴奋 随后,塞琳娜担心他会错过航班,便提议沿着塞纳河返回书店 了解近况,塞琳娜说他有了男朋友,是位暂地记者 而杰西也有了家事,儿子已经四岁,两人似乎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杰西心俱来潮,想乘坐观光艇,他懊恼维也纳的错过 说,假如当初能够见面,现在他们俩会谱写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塞琳娜则认为过去的已成为历史,而历史总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游艇很快靠岸了,杰西请他的司机顺路烧塞琳娜一程 塞琳娜也说起自己的感情观,他很满足于有个长期出差的男朋友 既能给他足够的独处空间,又能恰到好处地享受挂念对方的感觉 这大概是因为他几段无意例外失败的恋爱史 一个个前男友就像杰西一样,离开了他,和别的女人结婚 还马后炮地说,谢谢他教会了什么是爱 他认为九年前那个夜晚,他所有浪漫的心思和激烈的感情 在杰西离开后一定被他带走了 这导致他无法再花费精力去珍惜喜欢一个人 塞琳娜的神经质让杰西有些懵 他耐心安抚塞琳娜,向他倾诉自己貌合神离的婚姻 临别之际,塞琳娜为杰西唱了一首自己做的歌 是当初为杰西写的 在琴瑟悦耳的吉他声中 塞琳娜用优美的歌声唯唯道来九年前自己的心情 一举钟了,杰西放了一张妮娜的唱片 看着塞琳娜俏皮地跟着音乐跳舞 正凭时间流逝,眼看就要赶不上航班了 杰西诚然不舍地离开 眼下他只想认真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情 没有跌宕起步,没有狗血恩怨 这是一对多年后重逢的男女,简单的对白 这份低调淳朴的感情,也许恰恰能唤起我们对爱情的重新定义